小丽是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。她从小就梦想考上北京大学,所以她一直非常努力学习。每天,她都在图书馆里复习到很晚,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吃饭。 小丽是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。她从小就梦想考上北京大学,所以她一直非常努力学习。每天,她都在图书馆里复习到很晚,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吃饭。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小丽起了个大早,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,然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考场。考场外面有很多家长,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孩子加油打气。小丽也收到了很多祝福,她感到非常紧张,但也很兴奋。 考试开始了。 小丽仔细的阅读每一道题目,认真地作答。她记得老师说过,不要因为一道题目,花费太多时间。于是,当遇到难题时,她会先跳过去,做后面的题目。 两天的考试,很快就结束了。 虽然小丽感觉自己发挥的还不错,但她还是很担心结果。 等待成绩的日子里,她每天都在祈祷,希望自己能够取得好成绩。 终于,成绩公布的那一天到了。 小丽打开电脑,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和密码,紧张地按下了查询按钮。 屏幕上显示,她考了680分,超过了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。 小丽高兴地跳了起来,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 终于,成绩公布的那一天到了。 小丽打开电脑,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和密码,紧张地按下了查询按钮。 屏幕上显示,她考了680分,超过了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。 小丽高兴地跳了起来,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 爸爸妈妈也非常高兴,他们拥抱了小丽,对她说,小丽,你真棒。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。 小丽感到非常幸福,她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 小丽是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。 她从小就梦想考上北京大学,所以她一直非常努力学习。 每天,她都在图书馆里复习到很晚,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吃饭。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。 小丽起来个大早,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,然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考场。 考场外面有很多家长,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孩子加油打气。 小丽也收到了很多祝福,她感到非常紧张,但也很兴奋。 考试开始了。 小丽仔细地阅读每一道题目,认真地作答。 她记得老师说过,不要因为一道题目花费太多时间。 于是,当遇到难题时,她会先跳过去,做后面的题目。 两天的考试很快就结束了。 虽然小丽感觉自己发挥得还不错,但她还是很担心结果。 等待成绩的日子里,她每天都在祈祷,希望自己能够取得好成绩。 终于,成绩公布的那一天到了。 小丽打开电脑,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和密码,紧张地按下了查询按钮。 屏幕上显示,她考了680分,超过了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。 小丽高兴地跳了起来,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 爸爸妈妈也非常高兴,他们拥抱了小丽,对她说,小丽,你真棒。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。 小丽感到非常幸福,她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 小丽感到非常幸福,她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